这大坪间里边的这个柜子怎么就在空地上这么扔着呢 连个屋子都没有 这不属于开盲盒吗 现在马上快十二点了 咱们深夜造访了重庆的一个荒废的人生生宗宅站 看这嫩不嫩 这里看着像是那个挨的糖 你看这里边 挺嫩丑着 这个车应该是推老前辈的 挺沉 上面都是灰 这什么东西 地上扔了这么多的小本子 这大坪间里边的这个柜子 怎么就在空地上这么扔着呢 连个屋子都没有 这不属于开盲盒吗 蒙前一只鸭 就你了 这里边啥也没有啊 里边怎么 是黄色的水啊 怎么 秀技斑斑 再开一个毛盒 这里边怎么都没有那个 怎么都没有那个架子呢 哇这里边还有灯呢 灯耗子的这么能的吗 这个应该是冰箱里边的 这不知道是谁给人扔出来了 一俩三四四个大罐罐 有没有这个 这个是铁的 铁的 这个是那种带冰柜的是吧 就茶店的 然后带冰柜的 这个是干嘛的呀 这里边 这个好像是那个 是那个 这冰柜里边的 全是灰啊 这里边有没有东西啊 咦 这里边啥也没有啊 硬嘛呀 还挺沉的 我才看到前边写着四号 这边写着二号 有没有可能 这里就是那个大平间呀 就是专门放那个 就是怎么说呀 专门放老前辈的 那个地方 废了以后 就开始放这些 不用的了 这里边硬了去好多绳子呀 这些老前辈的 躺过的这些 关关啥的这么多呢 看这屋子里边 满满道道 而且都是用过的 都已经老旧的不像话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这个房间里边是五个 刚才那个房间里边是 我也忘了几个了 这都将近十个了 一两三三三高 哇这大楼 是不是挺乐的 喂 有什么的 箱上有一个鲜鹤飘飘 也一对鲜鹤 没有电呀 没有电 桌子上面还有箱呢 重点帐里边有这么多的 麻将猪啊 你看 这都是报废的 拆下来报废了的 您好有人没得 副所找 所找办公室呢 这是办公室区域啊 这办公室里边还有麻将桌呢 一万 两万 糊了 我不会打哦 有没有打麻将的 一缺三 有人没得 没有啊 这里有一个电话 我记得之前有个粉丝给我说什么 午夜十二点 什么长暗暗是一个一 还是几个一啥的呀 让我试一下 我忘了是谁说的了 这摁了之后 这也没咋的呀 连线也没有 没线也没电 摁了能咋的呀 喂 给我接一下奔合 喂 还有啥也没有 这里边进不去啊 但是还有个蓝色的桶啊 哎 这里边好像也是那个生官发财啊 见官发财什么的 喂 喂 哇 这么粗的气了 这得有大拇指那么粗了吧 重点厂里边还能住宿用餐呢 这楼上是一个大长廊 哇 这挂的啥呀这是 这随风在摇摆呢 这洞啊 上夜里DJ 让我发骚 摇啊摇摇啊摇 呀呀呀呀呀 这里边好像是吃饭的呀 是不是啥 饭店吗 吃火锅专用的那个桌子 这是不计是办事用的吧 喂 你们更喜欢哪个灯呀 还有一个绿光的 喂 有人没得 喂 金雷 有人没得 喂 这么大的一堆那个 这叫什么LED灯是吧 还什么灯呀 这还好不好用啊 这里又是一个餐厅了 怎么感觉东倒西歪的呀 这还有个大冰箱啊 冰箱里边 咦这啥也没有 怎么这么大味啊 啥也没有 味老大了 这俩凳子是在谈恋爱吗 哇 这地上发生过啥呀 看着门 人生终点站里边的食堂 这平时也不忙呀 两个扫眼 这边摆着三个盘子 怎么感觉像那个 给老前辈摆的呢 这仨盘子这么一摆 里边再放俩馒头 放俩橘子 苹果啥子 在这种地方上边 当个厨师也不错呀 因为第一是大锅饭好做 然后第二就是说 一般他来这儿的吧 他都没有心情去吃饭什么的 就做的好吃他们也吃不了太多 做的不好吃的话也吃不了太多 在这边上边应该行啊 你看这 下方的城市里边 灯火通明 万家灯火嘛 然后终点站里边就是 漆黑一片的那种 板塔 ante 感谢观看